恒生银行我们可以看到相对于汇丰就是汇丰这个全球的银行来说有所不同 它的主要业务集中于香港还有是对内地市场一个拓宽 可以看到近几年来说整个业务处于一个瓶颈的状态之中 现在已经恒生银行对现在来说已经离开了一个业务猛增的一个时期 现在不如一个就是业务比较趋向于平稳的一个时期 在这样的情况下来说恒生银行现在暂时的股价已经反映了预期对它的盈利增长的一个在此之中 而且我们可以看到本港在下半年的话可能息差继续收窄 银行之间的竞争更加激烈 在此情况下恒生银行相对于全环球银行来说并不是太看好